看过《钢的琴》的朋友都知道 王千元的演技不一般 而这么好的演员放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存在感却不如一个二线的小鲜肉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影迷们心中的地位 好演员尽得起时间的考验 就像黄渤 廖凡 段玉洪 张罕宇 都是一部一个脚印 越演越火 而真正让大家认可王千元演技的是这个《解救五先生》 电影本身是真实故事改编 里面有刘德华 刘烨等一线大牌参演 但王千元在里面的演技真的是入目三分 让我觉得绑匪就是这个样子 完全看不出他在演戏 这起案件是这样的 五先生和一位投资人从会所刚走出来 就被几名自称是刑警队的男子拦住 以五先生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借口 将他强制带到车上 五先生是一名隐事演员 因为饰演过一些警察绑匪的角色 上车后他开始意识到 这些人并不是警察 自己很可能被绑架了 早在案发前一天 他们已经绑架了一个开豪车的富二代 小洛 但其实小洛只是个普通人 车子是女朋友的 绑匪张华让他把那个有钱的朋友约出来 小洛还算仗义 死活不松口 眼看从这个人身上捞不到钱 张华只好提前锁定下一个目标 五先生 五先生被抓回来后 对张华来说 小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加上小洛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把钱交上来 于是当着五先生的面 他们就要弄死小洛 贵为明星的五先生 哪看过这种场景 大声喝止了他们 并承诺小洛的钱也由他来付 这才让小洛死里逃生 另一边 投资人在警局提供的照片中 认出了张华 看到作案的是张华 连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都很棘手 这个人一直是警方通缉对象 可却一直抓不到人 张华是惯犯 并且没有职业道德 被他绑架后 即使交了钱 也会被撕票 人很聪明 如果天才在左 那他就是一念直插的疯子 在帮五先生的25天前 他绑了一个富豪的弟弟 这个富豪已经按约定时间 将整整一麻袋的钱送了过来 可他弟弟还是被撕票 遇上这么一个精神病 可想而知 五先生并不好过 一张存有300万的银行卡 已经给了张华 张华依旧拿起相机 要给他录像 军人出身的五先生 看出了张华的意思 他这是打算撕票 五先生找了个机会 将其相机甩掉 你把他砸了 我就给你录不了了 我拿手机就要用 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我们放 不能解 你就放人走吗 你放人有意思吗 你怎么了 我都给我 你们枪着我 我超过怕 你们牛逼什么 不要讲诚信的 你们干这样 我不说对不对 还是要新用 对吧 不然他们能扶你吗 能扶你吗 我答应不解了 你晚应的我超不起你 而这一段演技 绝对算得上 刘德华在本片中 最炸裂的一段 五先生的反抗起了作用 张华无话可说 为了稳定绑匪 主动开口说 第二天取钱的事情 被迫给这一好友打电话 让他帮忙送钱 咱们这里叫他苏先生 苏先生是个明白人 挂了电话 直接报警 第二天 张华要带着五先生 去银行拿钱 警察在银行附近 做好了周密准备 银行工作人员 在警方的安排下 告诉张华 当天只能取一百万 张华决定 先把五先生带回去 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拿钱 路上五先生小便 听到路过的拖拉机 他试图做些什么 来让路过的人注意到他 激美的张华 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思 拿枪顶着他胸口说 你敢动歪心思 我就让这个拖拉机司机 和你一起死 回到车上 张华打通了苏先生电话 两人约定了指定的时间地点 不过张华已经察觉到 他旁边有警察 所以把五先生送回去后 他再次出发时 他嘱咐手下的同伙 如果晚上九点前 我没回来 就是出事了 直接死票 现在是案发后的第十一个小时 五先生和小洛 以及三名绑匪 在长人质的窝点 警察这边 一队部署在苏先生附近 等待张华先生 二队正在根据监控录像 排查长人质的地方 就这样 一直到案发后第十七小时 一队终于有了突破 他们锁定了绑匪张华的位置 但是由于在居民区不好下手 因为张华把手雷 二十四小时放在身上 所以不可以正面冲突 而此刻的张华 刚与女友做案运动 如果你说他冷血无情吧 后来根据警察排查 他正同时交五个女朋友 这么看上去 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可他又整天 把手雷放在兜里 生死看淡 等张华下楼后 警察早已做好部署 一系列操作将其拿下 如果不是刘烨反应快 他手上的手雷已经引爆了 被抓回警局的张华 冷静如老狗 无论警察如果审问 他指口不提 五先生藏在哪里 想清楚没有 能说吗现在 还差一点 就这么耗着 你那哥儿几个 等得及怎么及 招什么急 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 千万别提醒你说老大这事 你弄三本了 人家冬子十万块钱讲 想什么呢你 谁告诉你 冬子料子 怎么分有我自己的规矩 你这不叫规矩 你这叫不仗议 什么叫不仗议 我自己的钱 两本有自己的分法 你怎么分 我想怎么分怎么分 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留点干嘛 留点买枪出房啊 出房干嘛 关人质啊 拿人质换钱 当然啊 收了钱放人质吗 那我能放吗 我弄死他 而土匪中有一个小胖 似乎对五先生 并没有太大恶意 他告诉了五先生 张华临走前 安排好的计划 此时距离九点 还有两分钟 绑匪已经开始行动 准备勒死五先生和小洛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警方冲入 将两人救下 而这部电影 所有剧情 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刘德华饰演的五先生的原型 正是这部电影里饰演刑警队长的吴若普 这段在五先生被救出后的尽头 吴若普可以说 绝对是本色出演 因为他感触太深了 十个月后 张华执行死刑 离心前面对母亲 这个脑袋掉地上 多不眨一下眼的汉子 流下了眼泪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人说这部电影既不悬疑 又不惊悚 要知道 电影可是一比一 还原了这起案件的全部经过 想想人质随时有可能被处死 想想大街上拿起手雷 就要与警察同归一尽 这难道还不够惊悚 而且不管王前元 刘德华 还是刘夜 每个人的演技都很在线 电影是2014年拍的 事情发生在2004年 这十年间 很多导演找过吴若普 想把这起事件拍成电影 就像当年插翅难逃一样 吴若普都拒绝了 直到2014年 导演丁盛的软磨硬炮下 他才同意出演 但他坚决不演剧中的吴先生 即使是拍戏 吴若普也不想再经历一次 这种生死实数 他选择演一名警察 向当年救他的警察同志至今 这部解救吴先生 推荐给大家 感谢大家关注洛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